接下来我们来勾下南瓜地的部分 我们来起针 也是环境起针的方法 绕线一圈 拿下来 左手把线搭好 换左手拗这个地方 勾针穿进来 把线绕住 拉过来 先勾一个变丝针 然后呢 我们在圆里面勾上10个短针 一针 把第一针做好标记 然后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第六针 第七针 第八针 第九针 第十针 勾好之后呢 把这个线维拉紧 南瓜地的部分呢 我们用的是螺旋勾的一个针法 所以呢 每一圈勾好之后 不用连接 我们直接开始勾第二圈就可以了 螺旋的往上勾 直接在第一个针牙里面穿针 对应勾上一个短针 第一针还是做好标记 每一圈第一针 必须要做好标记 就按这个方法呢 一直往上勾就可以了 第二圈到第十圈呢 不加针 不减针 勾着十个短针 每一圈都这样来勾 每一圈勾好之后呢 不用连接 直接开始勾 新的一圈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呢 先一直勾到第十圈 好 姐妹们看一下 我们一直勾到了第十圈 接下来呢 我们再勾到第十一圈 第十一圈 我们需要加针 我们来看一下 第十一圈 我们是按照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的方式 重复勾五次 第一针里面 勾上一个单独的短针 做好标记 然后第二针里面 勾上一个加针 勾上两个短针 第二针里面 勾上两个短针 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这是一个组合 这一整圈的总共是勾五次 接下来勾第二次 第三针里面勾一针 第四针里面 勾上两针 第二次就勾好了 接下来勾第三次 一个短针 然后一个加针 也就是勾上两个短针 然后第四次 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然后第五次 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好 这样的话呢 这一整圈就勾好了 然后我们勾一个引拔针 连接一下 针针进去 把线勾住 拉过来 直接的到后面线圈 把线拉过来 直接剪断 留一个长线尾 后期用于缝合 我们这个南瓜地就完成了 非常简单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里面 放入少量的皮皮棉 填充一下 然后呢 我们给它直接缝到 这个南瓜主体上面 缝在这一侧 大家看一下 这缝合过程 就这样固定在这个地方 就行了 没有什么难点 所以我们可能会在里面 看下这个地方 这一侧 我们先去这个项目 我们也要拿分 我们来看看 我们要拿到 这个学校 我们先来 我们先来 做这个 那个学校 这里 我们先去 设计 你 我们先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这样给它缝好就可以了 然后呢把线穿到其他部分穿出来 大家看一下 这个南瓜地就缝好了 多余的线尾直接剪断 最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大南瓜给它整理一下 那么我们这款简单又可爱的大南瓜就完成了 好了今天我们这期教程到这就要结束了 感谢姐妹们的观看 我是娟恩姐 我们下期教程再见 再见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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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